国际的焦点就是美国在 以色列这个战争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中东整个南方国家 或穆斯林国家 真的觉得什么 中共大陆才是 这个领导世界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尤其是重磅消息 习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发表谈话 然后他谈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2026要举办 第二届中阿峰会 然后还说一带一路 建构不同的文明等等的 然后也提到 要建构北斗来合作 还有航天 民用客机 另外还有数字货币 光是北斗数字货币 然后还有油气合作等等的 这些都是对着美国来的 刚才你所提到的 习近平主席的 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 合作的这五项提议 大概除了军事以外 其他全部涵盖住了 大概在所有的经济 跟文化方面 要这么深入的 两边的合作案 一定美国一定会傻眼 我们再想想看 这个要使用北斗 那美国的GPS还混什么 真的 还混什么 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 正在大力的建设 我们培开巴勒斯坦以外 其他国家都希望 能够改善民生 能够发展国家 基建的力道越来越重 不管是沙特的所谓的未来城 阿联酋的一些什么新的规划 你其他谁的国家能够帮忙 能够合作 没有啊 加上中国现在又是沙特 数一数二的最大的贸易国 有贸易支撑 现在又要加强投资 对于沙特来讲 他现在满所美金 自己担心的不得了 他会被制裁啊 对啊 阿联酋也紧张 都紧张 对啊 所以谁能够帮他这个忙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就是对准你美国 非美元支付来的嘛 对啊 对啊 对 美元 别人不讲 我知道这个沙特阿联酋 满手美元 满手美元 因为他们石油当年就是用 当年不是现在也是啦 都是用美金啊 美元在那边交易的啊 以前美国人答应说 你只要有美元 再有美国 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就要想说 在美国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到时候通通被你制裁 我还有什么劲儿 真的 没错 而且以前被欧洲骗弃 投资这个瑞士信贷 在倒了以后 光沙特就赔了30亿美元 你以为30亿美元那么好赚啊 去年就是讨人这个 要卖多少油菜30亿美元啊 所以他们来中国找机会 中国也在寻求友谊 跟一带一路的一个 一个往南方国家发展的方向 对 现在两者相得益彰 共亡其力 最重要我觉得最关键的 不只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之外 人文这个要设立中国跟阿拉伯中心 要在人文方面教育方面 展开全面性的交流跟合作 那就是新的交流了 你美国跟欧洲不是整天在说 中国的孔子学院哪里不好 这里哪里不好嘛 这个比孔子学院等级更高 对 要你美国敢跟中国合作 设个什么中国美国的文化中心吗 到时候拿出来你美国有文化吗 两百年文化 不过阿拉伯的确是有文化 所以两方面的合作 光这个习主席所讲这五个方面 五个方面的合作 那对于中国来讲 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真的是新的里程碑 所以委员刚才讲的 我们刚刚讲 北斗 民用客机 然后还有数字货币 这三个呢 其实美国真的会吓傻了 那尤其是来看到这一次 中央论坛里面 也通过了三份成果文件 这个在国际上也很有意义 第一个来看到就是 要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代表说中国大陆要帮巴勒斯坦的 这些兄弟们一起来合作 两国方案等等 而且不跟着你美国走 其实很多国家 已经拥抱了北斗的一个导航 比如说几个比较关键 沙特啦 还有阿联酋啦 埃及 这都金砖国家 南非也是如此 巴西 伊朗 那这些都是苦美就义的 他根本说泰国 泰国最近也说想要加入金砖 还有巴勒斯坦 委员怎么看 这些国家积极主动要使用北斗 其实也不一定说是 说看到什么 就是北斗好啊 这么简单 对 它精确度比较准 对啊 就是北斗好嘛 他们其实过去用了GPS那么久了 北斗好不好 一比就知道 对 这种东西不怕货比货 而且也没有第三家可以比 一比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要把它转到北斗 来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使用 对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嘛 那只是美国跟欧洲 美国当然自己GPS 他总是不好意思帮北斗宣传嘛 尽管他军方也有在用北斗 有啦 他的战斗机飞行 F-16跟F-35的飞官承认过啦 这个GPS有一些盲点跟死角 需要靠北斗来弥补啊 对啊 你就已经在美国国会作证 这么说了 那这个是无比一个什么 很大的勋章 在颁给北斗的时候嘛 至于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欧洲国家 因为艾瑜他自己有一套嘛 总是老脸拉不下来 对 竭力略 连俄罗斯都跟北斗挂钩啦 挂钩是讲的好听一点 就是我这边转不动力 就转去你那边嘛 对 因为有些盲点啦 因为你要部件嘛 可能俄罗斯还差了一点啦 对 那现在北斗已经 可以说是在世界上 数一那没有数二 没有数二又是 就是说抛你呢 GPS很多条件 我们都知道GPS是发展很久啦 那台湾这边当然都是用GPS 但有时候就发现说 你用GPS就导到很奇怪的地方去嘛 对啊 北斗就被说精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尤其很多国家 其实跟美国是有一点死对头的 那些地方 中国大陆没有问题啊 所以呢也许更加精确就是这样来的 另外呢 其实说到中东的问题啊 以哈战争真的让中大陆又大加分 王毅呢 在北京会见阿蒙的秘书长 他说巴勒斯坦无法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是当今世界最大不公 立即停火落实两国方案 然后呢 复仇联大的代表也说 哎呀希望呢安理会成员摆脱政治算计 挽救生命摆为第一位啊 然后呢赶快呢通过拉法的局势的相关决议 然后呢巴勒斯坦这边就说谢谢中国大陆一直帮我们 那也希望中国大陆继续能够帮助我们 还有呢说到沙特的这一块呢 沙特也任命了这个大使这是叙利亚的大使 这2012年之后关闭使馆以来又有一个重大突破 意思就是中东人家希望和解团结 靠的是中国大陆 而且巴勒斯坦问题真的不能没有中国大陆 巴勒斯坦可以说是阿拉伯人 也是所有这个穆斯林啊心中的痛 他不只是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问题 而且是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被人家这样子践踏 那种心情我要很坦诚讲 咱们中国人只能体会其中一部分而已 很多国家真的没办法面对这个事情 第一个他要主动帮忙也不是 不主动帮忙也不是 那中国很多地方是比较超然 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实际上都坦诚 对巴勒斯坦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实力不够 对 底气不足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巴勒斯坦 现在又在战争中 他们要派兵也不是 不派兵也不是 要给钱也不是 不给钱也不是 对 而且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内部 对这个问题都 每一个政府都没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有中国出来大声疾呼 要建立巴勒斯坦国 其他国家群起响应 尤其是这些阿拉伯国家 等于是看到一个正义之光 让他们可以以这个作为努力的方向 同时疏解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压力 是 要不然他会讲 这个我们的政府什么事都没做 对不对 而且好像做不出什么 在国际上比较有声量的东西 对啊 就会责怪政府努力不够 那现在中国带头 中国又有信用 中国说到做到 中国又不会随便变卦 所以这些国家老百姓都会看着他们政府说 那你就跟着中国一起来努力这个方向 那这个招牌一打出去 你看巴勒斯坦怎么讲 感谢中国啊 然后他特别讲说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议国 中国从来没有转弯过 也没有动摇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他觉得这很难得 这当然很难得 那些美国英国国家能看吗 对不对 油条都不得了 对不对 那至少在这个努力方向 开始有一点点的曙光了 对 所以才会说中国大陆不断的提醒 要两国方案两国方案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跟以色列主导之下 两国方案现在真的很难很难 但是没有人主导的话 就会变成就真的只有一国方案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中国大陆很重要扮演关键的力量 然后呢 这些穆斯林国家才会发现说 哎呀 有中国来当我的 最大靠山 你要怎么样 有底气跟美国对抗的话 而且这些阿拉伯国家能够团结 中国出了大力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把沙特跟伊朗 绰合 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对 所以才有这个伊朗去找了他的 也比较亲近的这个叙利亚 然后来跟这个沙特在恢复邦交 是的 这是这样一个连串的关系嘛 因为 因为当时这个阿萨德政府 在面对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 他不想相信谁 因为内战打开来不想相信谁 所以当时有一个比较亲沙特的一个教室 被认为是内战的首恶 所以当时阿萨德政府就把他判死刑 对 那个沙特激烈反对 然后他照常执行就两边就翻面了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但是伊朗支持阿萨德的状况 其实阿萨德通过伊朗去了解一下 沙特的意象 很多的误会可以化解 这个源头是不是中国先把伊朗拉跟沙特 好的嘛 所以今天沙特中尼在派出这个大使 已经事隔12年 现在叙利亚的问题解决 阿拉伯国家就已经全家总团结了 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 只有中国在化干戈为玉帛 可是偏偏有某一个大国 老是会化玉帛为干戈 到底是哪一个西方大国呢 来聊天室一起聊聊 那尤其说委员提到了中国大陆 扮演中东和平的力量 真的是必须要讲 这真的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嘛 比如说来看到调解沙特伊朗和解 这是两个大国和解了 那下面的这些小老弟 当然就会知道风向在哪里 所以才会这个叙利亚才会呢 跟沙特现在化解了问题嘛 另外呢中国大陆也促成 哈马斯跟法塔赫组织 在中国大陆会谈 也在呢希望巴勒斯坦 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好好解决嘛 因此大陆外交部就说 我们要这一次的峰会呢 要形成中阿共同的声音 所以刚刚才会提到说 他们已经签了这个 联合声明的文件合作协议 也就是呢中国跟阿拉伯国家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声明 好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来看到这一次呢 非常多的北非啦 还有呢中东国家的元首访问大陆 阿林 埃及 土尼西亚 阿联酋 这些访问中大陆 要谈什么呢 好多这个经贸合作啊 像是呢跟阿联酋的部分 能源 科技 文化基建可持续发展 这些东西真的也只有中国能帮忙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 体力会太好了一点 一下子来个五个国家元首 来参加这一次的中阿国家 应该是部长级的会议 但是开幕一次 请这些元首一起来进行国师访问 国师访问很累耶 习主席要站在那边用阅兵 用什么一大堆啦 所以这个中国领导人 真的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而且这些国家 虽然都是阿拉伯国家 都是穆斯林国家 还有一个很大特杀 制度完全不同 对 有的是君主制 有的是民选的制度 那有的是 比如说这个阿联酋 虽然叫总统 可是他那个总统 跟一般的总统又不太一样 他是由几个酋长所组成的 酋长 那比较大的酋长叫总统 第二大的酋长叫做副总统 那对于这个土尼西亚 又另外一个体制 比较像中国这种制度 比较像中国制度 那埃及可能更像 所以你接待的巨细迷移 你要说每一个都讲到恰到好处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中国的外交看做得多好 做得多好 做得很细腻 那也是在中东扮演和平的力量 所以才会大家更相信中国方案 那尤其另外一个战争 就是这个俄乌的局势 现在被看到说 这个西方对于俄乌局势 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欧盟跟俄罗斯的关系 现在也引发讨论 法国跟德国最近发表 一个联合声明 要一起开发远程飞弹 军事生化合作 这不就是打连美国吗 这个我们欧洲 自己也发得出中岛 发展得出中岛 为什么要美归呢 法德要这么做 另外法德就希望让 冯德兰这个太清美的 你赶快走 那会不会让梅克尔重出江湖呢 如果真是梅克尔的话 真的不得了 他外交经验 对欧盟还有极大影响力 另外欧盟其实也偷偷 跟俄罗斯买了钢体 给了俄罗斯3.281欧 欧盟根本就做不到 跟俄罗斯脱钩等等了 另外再来看到说欧盟其实有一些内讧 比如说到底要不要给武器呢 用西方的武器去打俄罗斯呢 意大利总理就说 史托腾伯格 北约秘书长 你说可以啦 这样应该盗窃 如果不递交辞呈的话 北约提供给乌克兰武器 真的不能够拿来打俄罗斯 因为普丁也说了 你敢打我对不对 你就是玩火 我真的有时候不晓得美国人在干嘛 他是不是乱的方寸 乱的方寸 欧洲这一盘棋 如果冯德莱恩 戒指之后 能够由这个 摩克尔来担任的话 那绝对是新局面 为什么 真的 因为他坐在那一边 普丁跟人家沟通 对 折伦斯基也没话讲 欧洲国家大家比较 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意见 连波兰都会比想象中来的乖 为什么 因为他当总理的时候 的确在跟这几个国家的来往的时候 处理非常好 这种政治行情 不是冯德莱恩 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位 他有啦 他说当过那个 国防不是吗 不是 德国的国防部长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德国几乎国防局是很小的 很弱 所以在德国当国防部长 你不要以为是跟其他国家 国防部长的行情 是最没行情的摆到那边去 因为他们不想要就是 扩重他们军费的这一块 国防的规模不大 对 这个法国跟德国 希望他们能够有始有终 他们经常讲完话语就没了 这里面涉及到以前 前段时间应该三年前 一个计划叫天空之盾 对没错 这个天空之盾 这个德国也很奇怪 这个萧之提的案子 结果他自己弄的一个很奇怪 他说我们短程飞弹用我们欧洲自己做的 Iris 然后中程飞弹我们爱国者飞弹 远程飞弹我们用以色列的天舰三型 那法国说我做的Aster呢 我做的Aster要短程15 要长成30 你怎么订单都给美国 给以色列 不是欧洲 那美国那个天舰三型 说难听 以色列的天舰三型 也是美国做的 对 那我法国的国防工业在干什么 你把我放在哪 两个就炒起来了 现在大概萧之眼看了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就想说那好了 因为Aster的系统是你法国跟谁用的 法国跟那个意大利共同合作了 那我德国尬一脚 我比较好跟美国抵挡他们军火上的压力 Aster这个系统当然在台湾知名度比较不高 可是谁用的 新加坡使用 好多国家都使用 他法国的Aster系统 那我们不管这个 其实我们从军事合作的观点 我们就想到说 军火商的订单是谁 那法国早就对美国的军火商味道 悉尼味道老是易酸水 我的那些潜水艇 被你抢单600亿欧 对啊 已经很不给马克我面子了 所以这一次 萧之终于想通了是吧 真的 想通了 但是就像委员说的 你德国不要又变来变去 那法国跟德国你要有始有终 尤其是刚才说了 你真的要把美国力量驱逐出去的话 你们真的要团结 还有呢 梅克尔真的出来的话 欧洲又是一个新的局面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下期见 过来 这个感觉 请上把尾行指申立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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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